来 我们拿这个号看一下烟花区 转服烟花镜牌 拍卖场拍卖记录 历史查询选择最后的400期 然后你们觉得对哪个服务器感兴趣 咱们刚才问那个服务器 山东一期青岛站桥 是不是2000块钱烟花区 点击啊 山东一 青岛站桥全2000了 最贵的话2100啊 多出了一点点 那咱们说最火的服务器 咱们按照顺序来啊 第一的话是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第一名花了15000啊 兄弟们为了进这个服务器 花了15000 他出价出的是22000 就是他你们这个东西 相当于一个竞价排名 后面的9个名额是2000 随机假设有50个人报名 有9个名额出现 就是有有50个人出了2000 有9个人可以出现 也就是五十分之九的几率 然后有一个是谁出的最高 以第二的成交 价啊 转趋 这个北京运区生日快乐的第一名 出价那是22000 实际花了15000 这是人民币啊 15000都能买到一个175级的花生号了啊 20万在那点卡转换成人民币的话 就是22000 然后这是第一的啊 这是大家公认的第一 然后再开始再看2008 2008的话出了6666 第二名出了6120啊 咱们说的这些都是职业式人民币啊 然后呢 现在的第三火区呢 以前是紫印城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在紫印城和 呃 无与伦比的那个清花词之间啊 看看啊 像这个紫印城的话 就是505010啊 紫印城5010 然后呢 下一个服务器呢 应该就是无与伦比清花词 还有 无与伦比的其他服务器 南亭区的话是4500 清花词的话啊 清花词的话竟然不是很高 清花词第一的话不是很高 再看看将军还是不是超火区啊 啊 将军现在还仍然超火 无与伦比三大火区都是2000块钱的啊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服务器 还有天下无双的金刚贴码 也是全2000的服务器啊 就最后一面是2000 还有年内最火的一啊 北京 都想去7123 这是咱们刚才看到的 除了那个啊以外的第二高 当然这个价格每周都不一样 它波动性非常大 可能这周是7000 下周3500 就看大哥有没有大哥 就要这个服务器 比如说取东西拿东西啊 或者转区过去玩找朋友 山东五区取五口庙 啊 2811 全都是2000的这些服务器 云南区惨云之南 啊所以说建议 就是这种 大烟挖区有个特别大的缺点 就是你装备不全的话 买装备的话难 买装备的话 加跨物费加的多 所以说你们看看这个服务器火不火 北京一区太和店 以前是2000的 现在变成1000啊 就这个服务器也还行啊 哎呀 谢谢胖 这是胖吗 这是胖的大号吗 这是横跨游戏娱乐两个板块的强大的胖的大号解封了吗 靠 CC的女主播要遭殃了 快跑啊 胖总的大号解封了 男主播也得跑 胖 胖总男女主播他妈能双杀 我靠啊 广对 我推荐大家一个服务器呢 是太和店 还有广东四区白云山 山东一区东海捞山啊 啊 白云山也2000了 卧槽 我去下120 流华湖应该不是烟花区 啊流华湖也是要260的烟花区就不算烟花区了 烟花区的入门级别啊 西战老街呢 不用看西战老街超火 这一新老街 现在要关于更多服务器的这个烟花资讯的话 自己建立一个小号 然后再去那点击MPC看一下 想了啊 这一 西战老街2000啊 行了 就这些吧 自己上去看吧 啊